百病皆生于气 学博人师父教你们几个消气的方法 其实消气有很多种的方法 当你们在家里生气的时候 首先要离开火场 这个就叫回避 当你的先生在家里砸东西 在骂人的时候 你赶紧要到另外一个房间 或者外面去走一走 这叫回避 另外一种消气的方法叫倾诉 经常找一些好朋友佛友 跟他们倾诉一下自己的苦 然后你就会消气 还有一种叫运动法 经常自己到外面去走一走 还有那就是清博法 做义工 念经许愿傍生 学白化佛法 我看这个方法非常好 如果在家里还有很多人没学佛的人 他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 想通放下 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样的感受 你也会想得通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放低自己的幸福底线 与人不一样 你就能活在菩萨的心中 因为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得太高了 一不能达到 就会发脾气 发怒 就会生气 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在 我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 我吃得好 我睡得好 我不要生癌症 我不要跟别人闹 这样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幸福生活呀 所以学佛的人要众善奉行 但是现在很多人小的时候 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人越长大 我们长出了很多的心眼 其实心眼这个东西 我们学佛人都要知道 你想多了 那就叫小心眼 想少了 那叫缺心眼 一直想呢 叫死心眼 不想呢 就没心眼了 人生烦恼不断 其实很多烦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台长经常治疗普通病人 精神上有问题 我经常幽默地跟他们说 你如果感觉你有忧郁症 不要紧 那是因为你不全面了解情况 然后才想不通的 你的拖延症 是因为你太懒了 你才会去找各种理由拖延 你的强迫症 是不该想的 你拼命地去想 你的失眠症 那是担心太多 或者是你太兴奋了 你根本晚上不困 你的自闭恐惧症 是因为没钱 没工作 或者房屋贷款 可能欠钱太多 记住了 一切都会改变的 只要是心理的病 佛法讲无常 几年后的今天 一定和你现在的境界 那是不一样的